罗马书第十三章 每人要服从上级有权柄的人 因为没有权柄不是从天主来的 所有的权柄都是由天主规定的 所以谁反抗权柄就是反抗天主的规定 而反抗的人就是自取处罚 因为长官为行善的人不是可怕的 为行恶的人才是可怕的 你愿意不怕掌权的吗 你行善吧 那就可由他得到称赞 因为他是天主的仆役 是为相帮你行善 你若作恶你就该害怕 因为他不是无故待见 他既是天主的仆役 就负责惩罚作恶的人 所以必须服从 不只是为怕惩罚 而也是为了良心 为此你们也该顽良 因为他们是天主的差异 是专为尽这义务的 凡人应得的 你们要付清 该给谁顽良就顽良 该给谁纳税就纳税 该敬畏的就敬畏 该尊敬的就尊敬 除了彼此相爱外 你们不可再欠人什么 因为谁爱别人 就满权了法律 其实 不可奸淫 不可杀人 不可偷盗 不可贪恋 以及其他任何诫命 都包含在这句话里 就是 爱你的敬人 如你自己 爱不加害于人 所以爱 就是法律的满权 再者 你们该认清 这个时期 现在已经是 由睡梦中 醒来的时辰了 因为我们的救恩 现今 比我们当初信的时候 更临近了 黑夜深了 白日已尽 所以我们该 脱去黑暗的行为 佩戴光明的武器 行动要端庄 好像在白天一样 不可狂咽好饮 不可淫乱放荡 不可争斗极度 但该穿上 主耶稣基督 不应只惯念肉性的事 以满足私欲